草屯镇同德家商 日前于校内举办万种童心的活动 不但邀请该校学生参与包肉粽以外 特别的是也有乔生一同参与 除了让学生体验以外 也能够让其他国家的学生了解这项文化 同德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包粽子比赛 这个比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 除了我们自己参与课学生以外 另外有乔生 那乔生来到台湾还不到一年 那对台湾饮食的文化不太了解 那我们也要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了解台湾的文化 有很多不同的种植 那我们经过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让学生 我们的学生跟华侨 在我们校旧组的华侨的学生 能够有快乐的端午节 而这项活动让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 表示非常有趣 也学习许多 我来自马来西亚 之前啊 不会 我都是慢慢抱我做吃 我觉得很不错 很实在 因为全部一起做会比较开心 吃起来也比较好 在马来西亚也有类似 端午节的习俗 也有要包粽子 可是我吃的粽子都不是我自己包的啦 今天我来到通德 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包粽子 裹粽子 所以感到 感觉十分特别 通德加上学生指出 希望借此能够推广传统产业 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文化 在家里之前是都不会包粽子 然后来到学校之后 有老师的教导之后才学会包粽子这个技巧 然后也因为这是台湾的传统产业 也希望可以这样新的一代都去学会这种技术 让新的年轻人去让她做新的创意 这次的话 东西都是我去跟我妈妈 还有我外婆询问之后 再从我外婆那里 拿去收取一些材料 然后拿来这次的比赛来包粽子 然后包完之后 从第一次开始呢 就是包不太熟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包了三次之后 慢慢的知道要怎么去蒸 先原料子又指出 看见许多学生在学习这项传统文化 不但发挥创意 更让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了解端午节 现场我们刚才也看到 很多的乔生 有很多的创意 他们包粽子的内容物非常的丰富 那在同德的一个安排之下 能够在这边举行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创意的一个种子 这个也是乔生们 他们来这边就学 能够在这边同时可以体验到 我们台湾的一个 一个端午节的文化 相信在校方的用心下 学生们一定收获满满 除了品尝到美味的肉粽以外 更能够从中了解端午节的文化 记者邱平易草屯采访报导 在这边的文化里面端午节的文化 您看看自己 cattle 稍微权的文化